那我们就开始讲这个那年盛下我们赞放余花了 SAMI 你知不知道我们上个星期那两集收视挺好 是吗?因为没有姜濤的收视很难得 当然没有姜濤收视那么好 可能是这部剧可能是这部剧的关系 是的 也有这么多人留言 也有人留言就去分享一些问题 我觉得有个说得好笑的 上星期五看完Yoyo爆头 最后就看到他很开心的剧演 笑口细细地在剧球 笑口细细地在剧场上 今天我还没看 我们就先不讲今天的剧情 我们先讲上星期的剧情 先回顾一下 回顾一下就是 目前的死伤人数 截至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死了谁呢? 包括就是星期一的张运行 张运行 他先插死了刘楚行 刘楚行就是四大目标之一 很严重的那个 穿着老池衣服 对啊 穿着老池衣服 很变态的造型 是的 这样 另外之后就是 去到星期五 去到星期五 最后就被他们 弄死了的洪洛言 嗯 陈建文 之前也死了 是 被石晓阳杀死刘炎的任务 这个admin给石晓阳的任务 也杀死了徐建文 星期五那个杀洪洛言 就是因为他是四大目标的最后一个 是最后一个 大家都以为只要杀洪洛言 只要杀洪洛言 游戏就会完结 这样 而上个星期亦都 我觉得 星期四 那集 我觉得很绝 星期四那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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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晶晶 Crystal那集 是啊 是啊 他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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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他是会亲手出卖 洪洛言 其实也不是 他也是 有少少 我应该说迫于无奈 还是怎么样 他也十五十六的 其实他也未去到 吻灭人性的状态 这样 只有窩狗就有吻灭人性 是啊 现在变成了窩狗 窩子 现在变成窩狗 对了窩狗 窩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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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想着可以搞 哎呀 原来 他跟周sir有路 真是 之前都已经有一端例了 是啊 之前我一直都看周sir不顺眼了 他老尾真是 对了 拨他过街 对吧 看样子就知道 衰衰相上 对了 搞粗 对了 搞粗 而且之前我也觉得他很好 因为我开始我以为他这个角色很刺耀 我也是 比较配角 尤其是 尤其是 前五集 你会看到 彤彤死的时候 仍然在旁边 是啊 他就解释了就是上次你们的移民 我忘了你谁提过 为什么周sir这么冷静 哎呀 原来就是为了铺牌未来的情节 为什么冷静呢 因为他觉得不关他事 是啊 他最喜欢说什么 最喜欢说 加油 我们一起走 一起走 周sir在这儿 不用担心 周sir在这儿 这样 我记得 我记得我是不是分享过那条影片 还是我自己拍下了 拍下了 什么 我记得之后 红来源死了 在死之前 周sir被他 加入了admin 加入了admin 但是 接着 石晓阳也有串钩他的嘛 加油周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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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面对 一起面对 一起面对 周sir 何希然 何希然 马斯 石晓阳 他们的积极 就显得周sir 很浪费 加上还要是什么呢 admin还要给了一个特别任务 陈佩山 Yoyo Yoyo 就是说要他在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五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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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跟上次颁奖的任务 差不多了 这样 如果他就杀 要么就杀死 反而我是欣赏陈明山的处理方法的 陈佩山 陈佩山 他直接跟何希然说 这些事我有点鼓励不了 我觉得很适合 陈佩山在 赤里面的胜责 很依赖 没有 没有自己的意见 大家做什么 不论是投票 或者是之前 找不到张文恒 找他来商量 他都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 他都是跟着他做所有的事 负责来坐 是负责来坐 我一开始都觉得 Yoyo这个角色 应该是一些花瓶的角色 直到到星期五那集 我发现其实 Yoyo拿捏这个角色 都不错 是 因为之前的花瓶 就是为了这一集 是呀 他铺牌了10集 他铺牌了10集 就是为了这一集 是呀 他铺牌了何希然 我明白 我以为是美色 是啊 是呀 他说是美色的 什么呀 你说什么 他说是美色的 他说是美色的 听不到 再问一次 听不到 我说Yoyo为了一个美色的 也就是陈佩生为了美色的 如果这个是日本漫画呢 一定有色的 一定有色的 他这一集的表现 比起之前 季前赛好很多 很多 我就不觉得是特别突出的 只不过就是这个剧情铺牌得很好 是呀 这个剧情铺牌得很好 令到他可以发挥到他自己的角色的特性 是是是是 结果 我觉得他这个他掌握这个位置 他掌握得很好就是 你 怎样令你觉得 怎样将这一帮角色推向绝望 就是先给你希望 我觉得他这个位置真的做得很绝 反口 就是admin反口 嗯 那四大目标 那四大目标 因为其实陈佩生死之前 他都以为完了 是 因为他打红来死了 是 没有反口 当然你可以这么说的 你可以这么说的 四大目标其实都是你一厢情愿 另外四大目标可能是赖智勇 杨月盈 石晓阳 和阿智恒都可以的 都可以是他们的 或者甚至乎是 他们四个才是其中之一 因为呢 因为呢 我是有留意到 我忘记了哪一集 比利临死 我记得比利临死那一集 他们在课室里 他们说要 送信息 炸臭灰 炸臭灰 其实我是留意到 我是翻看 我才发现的 你真是翻看 我翻看 比利的电话显示了什么 就是显示了他与臭灰的对话 比利临死闻 炸臭灰之前 那个讯息是什么 Saw Gowry 这个是我翻看的时候 我留意到的 我看到的 如果Admin是臭灰 在于比利来说 我是跟他道了歉 虽然那句叫做Saw Gowry 这样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剧情 会不会再在这个位置 再推展下去 因为 算了 这一集的我们不说了 这样 所以有可能就是 你说那四个 四个目标 目标人物 根本可能 其中一个 根本就不是Billy 可能是 就是当日真正偷了 耳招电话的人 嗯 就可能是賴智庸 賴智庸 又或者 可能就是杨月盈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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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计的 我现在也是 教股 但是 但是事实上 去到这个位置 就是 很引人入胜的 都依然 我觉得賴智庸有机会的 如果你以 丑辉做一个 做一个 主因的话 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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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那些 那些 七四大目标 因为賴智庸 你见到他 在亲变事件 和他 聊天 他也是很贪小便 因为他 倒过 C6病 哦 是呀 是呀 你看到他的性格就是这样 所以可能是因為他曾經收過班長的電話 有可能,當然我相信這麼容易被我猜到應該也不中 其實我很慶幸沒有看過這本小說 是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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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沒有看 不然就追不到這套這麼好看的電話 但是呢,我就,我就,我就要,我就怎麼也有些事情要談的 其實就是,我覺得這個,一直以來他在那個班房 他在他們的學生各自之間 究竟這件事,admin的這件事對他們帶來什麼影響 其實他在氣氛上的鋪排,是鋪排得很好 直到我覺得他去到哪個位,其實他破壞了整套劇的氣氛 包括在臭屁家裡,你看到他媽媽 他所選擇的那個屋邨 那裡所有東西他營造的氣氛 其實是令我看得很投入的 真正破壞氣氛的什麼呢 就是MTCC的辦公室 嗯 你找一個公園 找一個女人站在那裡,扮接職 然後那裡你找兩個職員站在那裡 這個就是你們所謂的大集團 我覺得那裡真的很破壞氣氛 嗯 喂,你在九展門口扮也好 大佬 你搭個位子扮也好 你這樣 我覺得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作葬果龍 我覺得這個位子 我覺得他是故意的 是不是啊 我覺得是故意的 不過 不過收不到他的效果 他想要的效果 可能是 附近的地方真的太光亮 也有可能是 嗯 令到我覺得那件事 哎呀,為什麼他拿了一個公園 我覺得很沒有氣氛 當然 是純粹因為我們知道那個是公園 如果這套劇能夠去到台灣 他們不知道的 是嗎 或者這一套是台灣劇 那是一個公園 我們不知道 是啊,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另外也有一個 令我破壞了氣氛 就是 實在太少員工了吧 只有四個 是啊 見來見去都是那幾個 我覺得是因為你營造MTCC 譬如我們上星期我們也提到 就是 MTCC基本上就是 代表了所有權力 在那個世界上 嗯 嗯 因為你看到 有這麼多學生死了 都是一個警察也看不到的 嗯 是吧 你想建構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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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給我的感覺就是 只不過就是 你說他 那個 雖然 他實際上做的事情 都真的 但是 你 給我看到的那個環境 都是這樣 是啊 就是你會見到 你會見到 黃丹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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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兩個 馬仔 一起來 都是只有 五六七個人 是啊 就有一點點不夠氣氛 就譬如他們 他們那個 他們的 meeting room 來來去去都是那個 meeting room 是 雖然他很形容上 他後面有抽電線的 他有個裝置 是 那裡 那裡有一抽電線 我不知道是代表什麼 那件事 嗯 但是 但是 始終你給我的那個印象 都覺得就是 你應該要再 大規模一點 你拍出來 可能有些人 有些人 不要了 不過他沒有說什麼 我就知道 是啊 你不說我當你沒有 大哥 你沒有說什麼 是啊 我覺得這個就是比較 比較 有一點點破壞氣氛的 其實他的辦公室 另外我覺得 我們上個星期還說黃丹尼這麼少出場 是啊 原來重點在後面 後面 狂出 狂出 成為了 關鍵 成為了關鍵 不過 但是我覺得黃丹尼這個角色都挺尷尬的 嗯 你看看你尷尬的是什麼 你覺得尷尬的是什麼 我尷尬的是 我尷尬的是 不是他的表現 我尷尬的是他的角色 究竟是 就是他知道的嘛 他知道的嘛 但是很多時候他又故意故弄完虛 嗯 對故事那個 那個懸疑那個幫助又不是很大 他又穿了一條橋出來 嗯 嗯 他有 我也覺得其實他有很多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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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麼上次補完能力 嗯 是有很多位是很不清楚的 包括就是 譬如他說他發明了 朱馬謙 朱馬謙 就是阿良 阿良的這個角色 說他發明的那個 那個 那顆東西 嗯 就是他將來就是想 植入人體的那個東西 這樣 嗯 那 因為他那個開發的程度 是 是 是 其實已經是 超出了黃丹尼的 想像 因為他交了給 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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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car Oscar 是的 他是 逐水飄流的導演 他叫什麼名字 李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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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李俊 是嗎 是的 我忘了他 交給Oscar 他強化他 不是強化他 是讓他可以商業運作 加一些電話的 是的 加一些電話的功能 是的 但是至於他那個能力去到哪裡 其實已經是超出了黃丹尼的認知 嗯 這樣 因為轉過頭 阿良就死了 就死了 他說 所以其實 黃丹尼 即是石曉彤 不知道能力去到哪裡都合理的 但是其實他今集也開始揭露出來的了 是的 還有呢 還有呢 他的角色 嗯 很抽離 同一套劇 哦 是的 很抽離 所以 有時候他的出現 會打斷了 本身的氣氛 還有 我覺得Oscar 那場戲 令我覺得 令我覺得 不破壞氣氛的就是什麼 喂 其實現在你們在說的是生死關頭的事 嗯 是生死關頭的事 你任由 阿瑪留在他們那裡 然後你們倆走出去 喂 你們還可以保持這麼冷靜 發爛邪 我覺得就算你在那個位置 發爛邪 但是 你為了要故事繼續走下去 嗯 你就變成他們就要 做到很 你只是 只是緊張 然後 喂 阿瑪爆眼 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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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來 喂 喂 他任由你這樣抬走他就算了 然後 你們就真的這樣抬走他就算了 嗯 不是 至少我覺得是 不是說這樣不行 你的劇情要走下去 你是要這樣做 但是你不是就這樣 啊 你就這樣抬阿瑪走就算了 不是吧 是不是應該要再有些威脅 或者再有些 有些什麼會爆出來 這樣 是的 然後 然後 因為那個 那個 Ivan 他有說什麼 你猜大眾會信你還是信你 你幾個人 然後 我覺得 這件事 這件事 就是 很 很老闆 很老闆 這個說法 很老闆 這個說法 還是那些 三少強姦的 妹仔 然後 那個妹仔 你叫大波後人 那個 那些 你猜我走出去 沒有人信我 那個 我白 我太太太 你了 在這個時代 大家還記得 不要把一段影片在联登打一段事情 已经正大回响了 所以他今集就对这件事有少少做法 算了,Sama还没看我不说了 没看就别说了 没看就别说了 不如听众的留言先 听众就有些留言 让大家看看 首先他说,看完Yoyo爆头 然后看到他笑口很大打桌球 他又提出了一件事 他说从第一集开始 他就说那九块镜子 我们上星期说的就是WiFi柱 我们的营养位 但是他也说,这个蔡明侣纪念中学 就是Ivan的百耶创办的 他就说他就看到下方拱形 就是那条柱子 有三个长方体作品 品质排列 下方倒拱形 还额为一个英文 嗯,他也看得很仔细 是啊,他也看得很仔细 他不说我也不知道 因为他说这个是为什么我不明白 那很简单 Google老师就行了 Google老师 其实我一找这个英文 就已经出来了 这个就是拉丁的言语 拉丁的言语 至于他的读法是什么呢 我也一早找到了 Estoquod audies 嗯,很清楚 Estoquod audies 对不起 Estoquod audies Estoquod audies Estoquod audies 对不起 总这种s 意思是做你这样做的事 当然啦 这里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意味着 你今天做的事 也要为自己负责任 嗯 这样 那么まあ 那么究竟 这个 这个 我只看完这一句,我就想起究竟臭辉和AI 即是那个... Spect... 什么? Spectra 那个系统就叫做Amiris 但那个AI叫Spectra 究竟当日臭辉和Spectra发生了什么事 令到这个AI 会出来为他做... 我相信他是为了臭辉做的 帮他复仇 是不是帮他复仇呢? 为什么会做这件事呢? 看完这几集 另外他还有... 这个就是他提醒他这间学校是... 是Miris... 不是,是Ivan的伯爷 看来这一位听众 我不知道怎么读他的名字了 他很愿意,他也很期待 看我们有什么高见 其实就没有什么高见 没有什么高见的 我们也是跟你一样 我也很享受一个身为观众的... 的... 的... 你每晚就追着这一套剧 挺好的 然后回去就觉得... 咦,不是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然后你就上ViuTV的网站重温 哈哈哈哈 你现在在夜经济呢? 是吧 你是不是搞活爪旺夜经济呢? 搞错啊 你搞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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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嗯... 我也很开心啊 有得看这套 是啊 虽然这套剧是死人陷阱 但是我觉得看得很好 嗯... 很紧张啊 我觉得很紧张 因为他令我觉得就是说 你在香港的... 你在香港的电视剧 都有一个这样的视野 我觉得是... 嗯...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一点是重要的 有个视野是... 不是说单单你局限了 就是可能你在... 因为我之前我也有提过 嗯... 你在香港你拍的电视剧 你说你在香港你要拍霸道总裁吗? 嗯... 哪有说服力的? 你看看香港的霸道总裁 你看看刘明慧 多少? 嗯... 香港的霸道总裁 你看张培生 你看霍启江 是吧 香港的霸道总裁是这样的 然后你要拍一个像韩剧的那些霸道总裁 你没有说服力的嘛 但是泰国也很流行的 这个题材 嗯... 你没有说服力的嘛 但是... 甚至乎你在香港 你想拍一套超现实一点的爱情故事 就是... 你譬如很简单 为爱情不顾一切 你在香港不要想啦 你很傻的吗? 你... 又有钱老扣你 你当然受过有钱老扣了 你跟那个男人挨穷吗? 你没事啊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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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香港的生活压力就是逼得... 你... 你不知能够有的幻想嘛 在香港 嗯... 嗯... 所以你... 你这些剧冊你... 你说你... 这次你... 要去到那一年... 就是澳门赞放鱼花 你... 要抽空到那种... 程度 原來你就會覺得好看 嗯 這樣 所以完結了這套劇之後 的那一套 那一套 Foot Buddy Foot Buddy 不好意思有廣告 讓我去完廣告先 看到我不想看 雖然有蘇浩 那件事也不是很差的 那件事 惠斯雅 這個是上次 阿V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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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譚善賢 蘇浩兒 這個是叫做 死了我等一下 我忘記了 吳兆軒 對了 還有剛才那個男生 這個男生 這個男生在施當真 也有拍片 我真的忘記了這個名字 唐浩賢 唐浩賢 不知道 應該是唐浩賢 唐浩賢 是的 唐浩賢 接下來就播這一套 這些應該是輕鬆的 這就是我剛才說的 你在這個愛情劇 除非你真的要拍到很貼地 因為你在香港要拍這類型的題材 你就唯有要拍到很貼地 但是你拍到很貼地 就自然不好看 你就要好似百萬同居計劃 你怎麼也要有些離地的事情發生 你才會有 你才能出到戲劇出來 我覺得 應該是純粹銷子 靚仔靚女 偶像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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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現在被MIRROR 就拉高了香港偶像的行程 你明白嗎 嗯 你沒有MIRROR 你也有Jeffrey吧 看到這麼說的 蕭茨是做這個人妻 哦 哦 那這樣吧 那她老公不用出現了 幸福人妻 哦 哦,OK IT95少軒 開朗女神 Asha Soh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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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轉做幸福人妻 也可以 可能對她來說 比較老 難拿捏 Sohoy 演技 都不敢恭維 我有看那套 《假暮女團女》 《月神點》 就是Anson Lo 那套 至於這套劇 除了這幾個主角之外 腳都是 都是 那些 有白紙 是 《米露迪》 《米露迪》 這樣 都可以看看 看看什麼 沒什麼看 沒什麼看 小文哥 為什麼你轉巴士呢 走小一點 哦 哦 你去大馬路買個宵夜吧 搞個經濟小小小小 我等今晚吃了一個 其實吃了嗎 吃了 吃都猜 他叫雞吧 魚龍的老雞 那夜不開 原來那些 驅風啊 睡了那些阿婆 想不到 想不到 你想到想不到 比我們更早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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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這個星期有沒有看什麼 剛剛 我有看 有看球 香港隊 他贏這個問題 十比零